就是因为失业人数太多了 所以逼得总统川普开始宣布复工 即使他明明知道这么做 很可能会造成更多人死亡 但是他非这么做不可 除了因为美国的经济重伤 当然这也关系到了11月份的美国总统大选 原本川普是想要借由美国经济蓬勃发展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还有中美贸易战等政绩来作为他的竞选核心 只是没有想到却被这一波的疫情给打乱 而现在美国的选民也的确对他的防疫不利有所批评 所以现在川普就开始惊咬 所有的错都是中国的错了 他说是因为中国隐瞒疫情 造成了美国超过7万5千人死亡 甚至川普语出惊人的说 中国会尽一切的力量来阻止他连论 当然现在川普要试图重塑疫情对选情的冲击 但是这样子的一个尖锐言论 很可能会让中美关系更加的雪上加霜 在白宫待了整整38天 终于有机会出外透气 川普从华府千里迢迢飞到西部的亚利桑那州 试查N95口罩生产工厂 还兴高采烈地收下一件口罩做成的纪念品 借由试查工厂 川普想说的是 美国已从全面封锁开始恢复正常 美国染疫而死的数字突破7万2千人 许多地方还在持续增加 现阶段适合重启吗 他在巡视完工厂后这么说 你相信这是我们在面对的现实 是因为生命会被重新开放的吗 可能会有些 我一直觉得60、65、70 是这么严重的 我说你还在闭上亚利桑的地方 即使重启会造成超过10万死亡 他也要这么做 因为全美失业人口已超过3300万 再不复工连任选情一定受影响 即使他的幕僚与随户纷纷染疫 失查了厂区内也公告 要保持1.8公尺的社交距离 并且戴上口罩 但川普一行人却只戴上护目镜 社交距离抛出脑后还不时交谈 虽然没有名指 但众所皆知 一些国家指的就是中国 将列纸口罩送到国外 打从疫情失控以来 川普极力将责任推给中国 3月18日 他首度称病毒是中国病毒后 就把中国挂嘴边 更一度声称看过证据 肺炎病毒就来自中国武汉实验室 虽然首席传染病学家 佛奇再三强调 病毒不是人造 也不是从实验室泄漏 但川普依旧嘴硬 坚持病毒会全球扩散 中国绝对脱不了关系 似乎是刻意把中国端上 选战议题 国务卿蓬佩奥也跟他一打一唱 还批评目前民调领先的民主党对手 前副总统拜登 只会对中国软弱 一连串批中言论后 5月4号这天 国外幕僚更罕见以中文演说 大家早安 我是Matt Pottinger 副国家安全顾问 在白宫与您讲话 46岁的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 以中国五四运动101周年为题 用录影方式指导中国的共产体制与人权 中国人不适合民主 不过是一派胡言 是最不爱国的论调 今天的台湾就是鲜活的证据 批判中国还特意以台湾为例 鹰派的博明对北京政权显然无好感 他的中文流利 因为博明在大学主修中文 后来又担任驻华记者 当时他曾因为采访敏感新闻 遭到公安殴打 疫情爆发后 美国对中国采取的种种强硬措施 博明绝对是重要的推手 把中国当攻击目标 激起选民的同仇敌凯 证实川普的选战操作 根据民调显示 因为肺炎疫情 66%的美国民众对中国没有好感 是15年来新高 另一项民调显示 62%的民众认为中国是严重威胁 也比两年前增加了14% 因此将病毒大流行责任 归咎于中国 对抗疫不利 选情也不利的川普来说 相当有必要 只是他打得如意算盘 也未必能成功 华盛顿邮报披露 川普可能早在1月3号 就收到幕僚简报 警告他疫情可能大流行 但是他并未采取任何行动 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拜登 就在最新的竞选广告大肆抨击 川普离这国内不准备 不保护 为我们的生命最悲惨的 民调和经济危险 选战逼近 民调却落后 心境如焚的川普 找中国当戴罪羔羊 还赶着要全国复工 中国固然难辞其咎 但轻忽病毒威胁的川普 在刮别人胡子之前 你应该先把自己的刮干净